美国新一届国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听证会 其中所谓中国威胁成了其议论的重点 而在强化军力方面 美海军陆战队日前接收了首架F35C航母舰载机 美副防长还透露 美军将于2016年正式启动第五代战机研制 美国新一届国会月初宣誓就职 之后开始一系列听证会 专门审视美国在全球各地面临的安全挑战 和未来的国家安全战略 美国之音报道 在周三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场听证会上 美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后勤事务的次长肯德尔就声称 中国大力提升军事现代化是为了对付美国 他称中国正在添置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瞄准美国高价值的军事资源 如提供军事情报 目标瞄准和作战通讯的太空资源 海军投放军力的航母 以及空军前置部署战斗机的军用机场等 而在周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第二场听证会上 会议主持人共和党参议员阿约特就在开场白中 表达了对所谓中国威胁的忧虑 美国国会他现在包括和军方和政府实际上联合起来炒作这个中国威胁论 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或者各种各样的方式对中国进行一个施压 实际上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强国来说的 美国不可能也不敢和他和中俄直接发生这种军事冲突 因此他总是找一些其他的方式给你施加一个巨大的压力 在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政绩文看来 按照以往经验美国新国会刚开始运作时 经常会出现对华强硬的鹰派言论 但之后会逐渐回归理性 同时这些强硬言论背后也有借夸大中国军力 获得更多军费的考虑 国会议员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声音 其实或许也有代表这些国会议员背后所代表 或者与这些军工企业有关的这些议员 所发出一个比较强悍的声音 它的重点并非完全凸显 就是中国军力增长的担忧 它最更多的担忧倒是 美国是不是还能投入足够的资源用于军工企业 美国副防长罗伯特沃克 周三在华盛顿智库发表演讲时 也渲染中国和俄罗斯推进的军队现代化 称美军在军事上的技术优势正逐渐丧失 沃克称中俄加上朝鲜和伊朗这四国 是美国潜在军事竞争对手 不过日本共同社解读认为 美国2016财年国防预算案下周一即将公布 沃克此时的发言意在争取军费 另据华尔街之报报道 五角大楼日前推迟了 同中国开展新的军事交流活动 具体是指此前中美高级海军官员提议的 美航母访华活动 报道还称 就在军机空中规则达成一致前 美方不会与中国进行新的军事交流活动 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周四回应称 外媒报道的内容听起来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中美两军积极构建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 总体发展势头良好 不断取得新进展 周五美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科比 也否认了华尔街日报的相关报道 美国防部还表示 下周四中美两军将在五角大楼 举行防务政策协调会议 这也是深化两国军事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新式装备上 美军仍引领全球潮流 据中国国防科技信息网报道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已向美海军陆战队 交付了首架F-35C航母舰载机 F-35C除了具有较强的机动能力 其基载电子战系统的综合化水平 也被认为是全球最高 F-35C还可以通过数据链 与其他作战平台实施联合作战 有着一对格外宽大翅膀的F-35C 造型很有气势 它在F-35ABC三种型号中 是最长最重内游最多 航程最远的一个 也是最贵的一个 单价1.6亿美元 抵得上一艘轻型护卫舰 而接收首架F-35C的美军部队 也值得关注 作为美海军第一个F-35C 闪电二舰载机中队 驻扎于佛罗里达州 爱格林基地的VFA-101 死神中队 在去年整个11月驾驶F-35C 完成了超过1000个飞行小时 此前在不到一个月的 首次上舰测试中 F-35C在太平洋上的 尼米兹号航母上 相继完成骤间和夜间 弹射起飞 拦阻拙舰 而美海军陆战队 首个F-35C作战中队 VMFA-115 将在2019年 在南卡罗莱纳的 波福特海军陆战队 航空站组舰 不过有军事专家指出 F-35C目前随意完成 着箭测试 还要进行许多海上试验评估 美海军计划 在2018年完成初步作战部署 这个计划可能会小部分实现 不可能全部换装 最理想或最可能的状态 是F-35C跟F-18混合部署 这对美国来讲 航母上的机种的出现大更换 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将来很可能会出现 当然虽然会有一个过渡 大风风-18不会马上淘汰 那它会逐渐逐渐会被F-35取代 将会大大提高美国航母的 空中的制空作战的能力 和对舰对地的攻击能力 另去美国防务头条报道 美国副防长肯德尔日前表示 美国将在2016财年开始 空军与海军的F-35和F-22T代机型 及第五代战斗机的原型机正式研制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刊文称 面对新技术层出不穷 美国想要保住全球有史以来 军事实力最强国的地位 五角大楼就必须在以下五个领域 加大投资力度 即电子战 反潜战 激光武器 轨道炮 和自主无人驾驶系统 文章把电子战放在了首位 强调尽管五角大楼在隐形技术方面的 投资力度很大 电子战在未来却将变得更加重要 其他强国正在投资一种新型的低频雷达 能够侦查和追踪战斗机大小的隐形飞机 并最终实现用于导引导弹 而美海军虽然正在购买 EA-18G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 和下一代干扰机 也就是NGJ 但是目前的NGJ项目 只能解决来自所谓中频信号发射机的威胁 美海军急需投资采购低频NGJ 这样咆哮者才能有效支持隐形战术战斗机 更加智能化 这样就是电子战啊 电子方面的一些 这个航电方面的一些设备啊 更加能够自动化 包括无人机 所以这种更高度的智能化 这是它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它是非常注意 使美国的军事科技技术啊 能够始终出于前列 所以它的优势首先是技术优势 然后才是武器优势 好的 我们继续来连线吴建先生 吴先生 美媒近日无端的炒作 中美推迟军事交流 对此国防部的形容相关的报道 简直是匪夷所思 您认为美国媒体 为什么会制造这样的舆论 会不会影响到中美两军的外交的大局 这是美国习惯性的软硬兼尸策略 从宏观来看 对美军自己的伤害要远大于我们 因为军事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 对军事上占优的一方来说 他往往凭借丰富的技战术经验 从实力相对较弱的一方 获得更多收获 美国人能够通过军事交流 实地感受别国军事建设的情况 设身处地地和别国军人进行交谈 这样获得的亲身体验 远比隔靴搔痒的技术侦厂来得真切和有用 从过去十多年的交往来看 往往是美国更急切地想和我们开展军事交流 甚至在做出严重伤害中国利益的情况下 还在没话找话地呼吁不要影响两军交流 这说明美军很重视这条渠道所带来的军事信息 所以美国突然高调射线两国间的军事交流 很大程度上是战术性的 是希望我们在相关谈判上做出让步 但从长远来看 美国对美中军事交流仍然充满期待 所以我们不必自乱阵脚 要知道如果把谈判比作一场战斗 那么讲究是双方所投注的力量 谁大谁小 那么把中美军事交流比作战略的话 那么讲究的是双方谁能最终赢得时间 赢得事务的主导权